尤其是何人 ャイヨ 尤其是何人 尤其是何人 今天非常地開心 大家這樣看過去應該 以後的心中的同學 應該當分的來上課了吧 那 首先呢 那個還有一些老師來 今天非常開心 欢迎大家来到明秀书院百页先师领航讲座 首先欢迎担任我们今天讲座的领航者 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唐委员 今天我是特别的激动 因为好像又坐在旁边 然后我也特别的感动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委员唐委员非常的忙 有同学可能不太知道 有时候可能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他可能还跟非洲或者是美洲的一些 人员开会 不过他很厉害用了什么 番茄时钟法 这个是大概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然后控制他的 就是他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那今天我想特别讲一下 就是整个邀请的一个缘起 那因为有许多的老师或者是同学 就是听到说 同学要来演讲 哇 真的还假的 他那么忙怎么可能来 或者是 或者是也是有老师会说 哇 变成你好厉害喔 怎么要听到的 那 我特别要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缘起 因为这个讲座呢 是就是我们的同事学院呢 尤其是就是以明秀书院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呢 那特别是想帮助同学就是说 对于你以后就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个工作 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能耐呢 那而邀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讲者 那所以呢 我有问我们家的就是以同学的观点为观点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 那你最想听谁来演讲 然后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 那我们家的老师说 你可以去请陪风啊 那时候我也是吓一跳 因为这可能我觉得有一点难 然后那时候因为口罩的关系 所以我只知道团委员是一个 阳明国际的就是那个 就是IT数位大臣这样子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就特别问了我儿子说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到底你的想法 或是你的特别感想是什么 他跟我说呢 这个因为他有看FB 我是从来不看FB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他说呢FB上呢 常常有很多的人 在那个唐委员的那个下面 有很多的酸言酸语 然后他说依他看 那些人不要理他 就已经很客气了 要不然再正常一点 应该就直接给他抢回去 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的 可是唐委员竟然很 就是可以很温和的 很理性的 他还会这样一一回答 他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不容易的 那也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研究 然后可以想办法试看看 所以后来我就去不断的搜索唐凤 然后其中有一个影片 特别感动我 等一下要请那个唐委员讲 他就说他特别喜欢 擁抱小白白目的白 委员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段 其实在网络上很多很酸的朋友 他会酸就表示他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重点是说 你要怎么样把他在意的价值 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就算他留言有100个字 里面95个字都是在人身攻击 都是在酸 但是里面总有的三五个字 其实它真的是有建设性的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去忽略一下 那95个字 执法这五个字把它特别拿出来 然后特别去好好的去回应这五个字 好比像说 这个暴虚然体难用到爆炸 财政部长下台 观光公司无能 字都暴多 什么之类的 那里面字暴多三个字 是有建设性的 其他都是来乱的 所以那些字你不要理它 但是你就可以说 字暴多真正 我也觉得这个暴虚然体的字有点太多了 那是不是你下个礼拜有空 我们来赛政资讯中心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我们要怎么样排版 让字可以不要那么多等等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拥抱这个白幕的朋友 去邀请他来变成创造 所以不是会炒的有糖吃 是会炒的进厨房 大家一起来炒糖吃 就是口部的炒 变成火部的炒 好谢谢 那这一段影片特别的感动我 因为为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虽然唐委员不在教育单位 但是他特别的有教育热忱 所以我就这么样的自认为 我应该有机会可以邀请得到他 因为他对教育特别的有热忱 那所以自从我看了那个影片之后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每天呢就在那个电脑上面呢 就不断的去搜索 每天就打糖凤 糖凤教育 糖凤什么 我就糖凤什么 糖凤什么 然后呢 隔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在我的电脑上面 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框框 那个框框 像明信片一样的框框 然后呢就写上糖凤在这里 哇 那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中热透了 我都觉得我好像是中热透了 我是订订他 我是糖凤社区 对啊 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 我在想说我怎么样去邀请 那我知道呢 糖凤是在那个网路上非常活跃的人 所以我 我本来的想法是说 我网路上最后我应该可以找到那个连结点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 说不定就像唐伟员刚刚讲的 他更逆态 我找他 他可以知道有人在找他 那所以 就 就 就连结上唐凤在这里 然后本来第一个反应是 我好像中热透 第二个这不知道会不会招骗 那没关系 反正 就把他按下去 那按下去之后呢 那 就跟他的那个工作团队 所以他 唐伟员很喜欢一句话 叫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数位政委 所以你说呢 那就是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 所以数位就是好几位 所以我们工作图人可能已经数十位政委 各位在slido待会留言 都是数百位政委 对 所以 所以 那个就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就跟他的那个工作室的团队就联接上了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特别的感谢他 请大家一起跟我给一个掌声 因为他的工作伙伴今天有一起来 紫薇就在前面 我们给一个掌声给他 因为 他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 给我很多就是 帮我就是给了很多的一个转达 所以 成就是成就了今天的 这个 这个演讲 虽然我不断的就是去 去按那个 去google 然后去搜索啊 但是 会有成就真的是很不简单 反正是数位政委有数位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 那个成就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演讲 那 所以等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 各位都有掃 那个 大家搜索了QR Code 对 但是QR Code 如果掃不动的话 你可以手动到slido.com s-l-i-d-o-d-o-d-o-m 然后输入011250 也可以 对 就是 你等一下 就是可以 就是我们的上半场 我会就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开放政府 跟那个社会创新的 这个部分 我们会做讨论 那再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 老师啊 或是同学啊 那你们有一些的 那个想法要问 或是问题要问 他们有问题 就把他打进去 我想他那么的温柔 他又那么的聪明 他会回答各位呢 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还 那今天呢 我们就 就是 要进入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进入主题 那就我知道呢 那个 我们的政府 最主要 参与 我们的政府 就是有开放政府 社会专心 跟亲人参与 这 这三个部分 我的理解 应该没有错误 好 所以第一个就是 有关于那个 开放政府 一般 就是一般 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啊 我们的同学 有大部分的人 大概对政府 就是 常常觉得很挫败 常常觉得 政府到干嘛 然后我们也 不能够奈他何这样子 那 所以这个 所以第一个要 请教唐委员 什么是 开放政府 对 当然如果 就是 从搜寻室找开放政府 会看到我们国发会 正在推动的 开放政府 国家行动方案 那我就不背书了 因为网络上面有 但对我来讲 其实开放政府很简单 就是发个字 开门造局 然后 拟行拟来 那开门造局 讲的是透明的部分 就是说 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尽可能知道 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 而不是只是它的结果 去跟大家 进行说明 举一个例子 后面像说 之前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大家都会每天下午两点 听一个podcast 不是podcast 是就是 防疫五人组的记者会 那这个记者会 它就是采取一个 问到好的形式 任何人都可以问 因为他们很多天 醒空的 有时候会派法律 有时候会派法 物理定律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个 指挥官都非常有耐心 就续续闪游 就是一个一个的去回答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问题是荒谬的 他都愿意好好地回答 那甚至是 有些已经看到的一些想法 好比像说 电锅拿来消毒口罩等等 那我们都会 邀请这个发明家 直接来这个记者会 而且解释这个原因 而且指挥官还亲自地 用电锅消毒口罩 给大家看 不小心就把内锅架 放到内锅里面 表示他们有 其实没有煮过饭 但是为了就是说 就是在 就是我们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只要求大家去 遵循防疫的原则 我们是把这些防疫的原则 它到底为什么 形成这样子的原则 为什么戴口罩 亲戚手 两个要一起做 为什么两个分开做没有用 等等 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比较会是 可爱的柴犬等等的方式 就是我们开门造具 让大家知道背后的原理 而不是只是 好像一些命令 这样子 另外一部分 移行移来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有 比指挥官更高明的想法 好比像说 我想他一定想到电锅消毒口罩 那你就可以打1922 告诉指挥官这件事情 那大家也可能知道说 有一个小男生 他不太想戴这个口罩 用口罩上学 所以他或他的家人 就打给了1922 然后说 你们口罩实名智王 都不能挑颜色 这个很糟糕 我们家小男孩 不愿意戴粉红色上学 因为会被笑 那隔天的下午两点 所有的人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忽然之间 那个小男生变得最酷的一个 因为只有他有 防疫英雄的口罩的颜色 而且我们指挥官还加码 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粉红包 那所以这个 这突然也很有趣 那隔天 因为所有的这些电商品牌 这些大品牌 他们在FBI上 通通一片都变成粉红色 就有一阵子 粉红色变成最潮的一个颜色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透过明星明来 就是你提出粉红色 那我们不太多来戴粉红色 的这个角度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在每个部会 有一群人叫 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们就是跟这些 最潮的一些新的想法来互动 那其实卫福部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建议指挥官说粉红包 戴粉红口罩的那一位朋友 那他家里有一次 很可爱的菜群 叫做总差 所以每一次这个指挥官 叫什么 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赶快回家 他家去那位服务 也不远了 他就帮他的口口拍照 拍照之后就做成图卡 不要吓到吃手 什么之类的这种图卡 然后呢 就非常有效的去让大家 能够继承这些防疫的原则 所以开放政府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不是只有透明 而是有大家一起的采明 所以透过刚刚委员 刚刚讲的就是 他有一个就是 开放政府联络人 所以就是主要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其实青年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 就是说 对很多的就是政府的一个事物 他愿意去参与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平台是什么 所以他只要 比如说像我一样 我是很笨的 但是我只要打糖封 打很多次 可以跑出来 所以如果同学们要参与 这样的一个情络 就是平台就只要打开放政府联络人 对 是的 其实更容易的一个词 它叫做Join Join.gov.tw 就加入.政府.台湾 Join.gov.tw 那你一上去就会听到 就有点像slido 就是最新的这些点子 就会突然间冒出来 好比像说台中市这边 就有人提案说 什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里面车道围停 要可以由警察机关开单取缔 污日到成功 江山道南 子要立体化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地方政府的 他自己的这些参与的题目 但是在中央政府的这边 也有非常多 就是全国性的这种点子 那你只要按提点子 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提出来 好比像说 从行政院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院级 开放政府联络人 每一个月都会去看说 哪些这些点子 真的是跨互会的 值得我们面对面 跟大家一起来谈 好比像说 在最近 就是大家有回应的 就是说 政府应该要严定政策 在教育实习上面 应该要给学生的实习补助今天 这个就是跟大家 利益有关的一个题目了 或者是说 希望教育部 立刻来补助所有的大学 要能够实施远端的教学 这个也是大家 利益有关的题目 开放医疗勇大 我怕这些跟大家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意思就是说 大家提出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像slider一样 你可以开始拉票 只要你能够有5000个人的联署 我们就会就事论事的来回应 谢谢 因为我们就是说 希望 就是 这应该也是委员的 那个就是 要务之一的青年参与 那我们也希望 同学 就是在公民的参与的这一块 那就是有更多的一个情形 所以那个平台就主要 还是就是跟你的 应该讲说 应该专业就有关 就是数位 就是透过数位的这样一个情形 那除了那个之外 就是你可能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就是曾经很顺利的 就是解决了就是公众的问题 这样子 其实提点子 有各种各样子的 有踩油门的 有踩刹车的 有转方向盘的 有各种各样子的 所以呢 它里面也有一些就是 我们政府推出的政策 大家觉得不太行 比方说什么 我们的珍珠奶茶 这样子一个饮料 大家在喝的时候 常常都会用塑胶的吸管 那塑胶吸管呢 当然就是当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很流行的图片 就是有一个真海龟嘛 然后被这个塑胶吸管 觉得卡住啊 这个很痛苦那个样子 所以呢 这件事情其实是在 我们本来用棉洗餐具 在我那个年代 或者比我年纪大的 也就是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的朋友 当年用棉洗餐具 是一个政府的政策 为什么又有鼻型概念 鼻型概念可以透过 用棉洗餐具 一定程度上来 来减少它的基本传染数 但是现在当然 这个问题 鼻型概念身份要有好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当年那个目的 已经不再存在 但是棉洗餐具 还是变成 等于是两三代 台湾人的一个记忆啦 所以就是 用棉洗餐具啊 用塑胶吸管啊 很自然的状况 但是呢 当时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 孟正宋的专业平台 就出现用 可以匿名或者笔名 来提案 就出现了可能 他叫做 我爱大象大象爱我 那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谁啊 但是呢 这个情况 这位朋友 他瞬间五千人 就有点数说 应该要逐步废除掉 塑胶习惯 以及其他的一次性的 免洗的餐具 因为会造成太阳的负担啊 等等 那所以呢 我们当时当然 这不是指环保署的事情 也包含经济部啊 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要开个写作会议 要面对面跟他讨论 一见面 16岁 一个高中生 高一 那我们就问说 那为什么你会 就我们当时以为是环团大佬啊 才能够瞬间动员 五千人上街头啊 那这个16岁 那我们就说 那为什么你提这个案子 他说 这是我的公民课作业 我们的公民老师 要大家上这个连署题 提案子 所以我就去找 网路上的梗图 看到这个还贵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提一下 那他去结合了一些 有很多的中年人 甚至长辈 都有参加了一个脸书的社团 叫做不素之客 塑胶的素 那这个不素之客的社团 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朋友 用尽办法帮他去宣传 所以一瞬间就五千人 所以后来我们就邀到 这些免洗餐具的厂商 那其实这一厂 有些已经是二代了 但有些就是年纪还蛮大的 他就出现说 那我们当年也是 好像现在口罩国家队一样 就是说是为了要解决流行病的问题 但现在当然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也想要转型 因为他本来的那个生产的那个margin 就是他可以赚的钱 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他想要变成说 那是不是有一些办法 用循环的材料 生物可分解的材料 农业废弃物 说不定真的就是straw 就是真的一个芦苇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这种 就是制成的再造 那后来呢 这位同学 就是王宣如这位同学 就帮忙想了很多办法 那这些办法呢 慢慢就变成我们循环经济里面 大家会为风潮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厂商就看到说 这边比较有钱专 本来这个第一margin的这个习惯 确实也许不应该再做了 所以经过了大概第2年 大家一起集思广义之后 广告组就加速了他们这个进程的推动 所以内用首先先进用 然后慢慢外带啊 连锁的餐饮店啊等等 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杯子 它设计成这个开口很容易合 根本就不需要习惯 那这个就是当时才16岁 现在也才19岁的就是王宣如同学 那王宣如先生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我们行政院开放政府 国家行政方案小组的一位委员 一位面前委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蛮沉重的压力 谢谢 谢谢 那就是 不管是 老师啊 或是同学啊 甚至于 就是连外国的朋友 那都为我们就是 台湾呢 应该想说羡慕我们吧 因为羡慕我们有唐凤 就是我们的政府 因为上一次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呢 TFT 里面的刘安婷呢 形容你像影片中的阿甘 也像动漫中的那个鲁夫 或者是櫻木花道 就觉得你有点奇怪 那确实呢 你在这种单位的一个存在呢 就是 是很奇怪 因为你跟其他的委员都不太一样 但是你在的地方呢 就是会发光 所以也有很多的朋友呢 可能要知道说 你为什么会加入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据大家的一个了解 就是依你的能耐呢 在数位产业的这一块里面 就是应该你可以更自由 或者是说更高兴 那为什么会来到 就是说政府单位 更高兴一定 但是没有更自由 对啊 我之前在苹果六年嘛 是苹果的顾问 那主要是做Siri 但是偶尔也帮忙做一下 各位我有用iPhone 或者是MacOS的话 上面的五男活用字典 那是我帮忙电子化的 所以做很多在地化跟电子化的工作 那我本来正在做Siri的上海 就是无语的版本 才刚刚开始还不太会讲上海话的时候 就被挖角到那个里面 那所以我现在还是不会讲上海话 但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在苹果的时候 当然 当然薪水是很高的 那而且工作也就是没有挑战性 那但是毕竟服务的还是只有买得起苹果的成名的人 那我们要在业的也是就是股东啊 那消费者等等 那苹果已经算是好的 就是它在里面 对于个资的 对于因斯的 对于很多包含绿店啊 或者是包含工作条件的坚持啊 都是以西谷来讲 已经算是稍微好一点的情况 但是毕竟它还是不是照顾到没有用苹果的产品 买不起苹果的产品等等的这些 也就是说它的公共利益还是打了一个折扣 所以虽然我在苹果的工作主要是开放原生嘛 就是去分享我们的创新给所有人都可以去使用 但是呢 我还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些公益的专案 好比像说萌典啊 就是一个字典电子化的工作 我还是得用下班时间做嘛 我不可能用上班时间来做 那所以我如果能够全职的来做公益的工作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是最自由的 因为我今天觉得说哪一个部分缺什么我就补什么吧 好比像说当时可能当时明治 就是缺一个把健保快一通 跟暴水软体改成线上订购的这样子一个工程式 因为我也可以变成工程式啊 我虽然是正伟 我也会写程式啊 我就写来天然程式 然后帮忙把这一块拔补上 那或者是说 如果有人需要派一个就是往全世界去分享我们的防疫的方法 Fast Spare Fund 快速公益有趣 那我也可以去帮这个所谓就是台湾毛的代言人啊 等等 就是说是就是类似上有请手法 任何手段位置都可以用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是很自由的 然后也是我最开心的 所以有点是各位这个付钱纳税吧 然后让我全职的来做这种公益的活动 这是我最开心的情况 好谢谢 好 那我们要进入那个第二个主题 有关于社会创新的地方 那我看今天大家都非常久久有神了 一直盯着我们前面的那个唐仲伟 那但是在我们讨论的同时 请你不要忘记你的权益 你要赶快输入你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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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要记得按赞 按赞让我知道 所以大家比较有关心事 对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我们这一个讲座是百业先师 那各行各业 那可能第一个 第一个跟各行各业 第一个当然就先跟政府有关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政府 那第二个呢 就我所知道呢 那郑伟呢 就是最主要主持的一个工作 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那个地方好像是在忍耐路 对不对 实际上那个地方在各个地方 只要你看到社会创新这个 然后比方在台中 就有本来是金武图书馆 对不对 它上面有一个社会创新基地 所以其实就是你看到社会创新这四个字的话 它在NG是各地都有 现在各省事大概都有 各省事大概都有 那就是 那你所在的地方是叫总部吗 没有都有 我们是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我所在的地方也不是所谓的总部 它只是说 类似像是第一家创始店 就是第一个挂这个名字的 但是我其实是会巡回 所以就是像我 可能每个月或每一季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每一季 那就会到金武图书馆 然后也去跟台中的朋友分享 那也包含像桃园 反正就是有成立这样社会创新基地的地方 我就会去这样巡回 是社会 好 那就是有关于这个 就是社会创新的那个基地啊 那就是从你应该是在你的手上建立的 是 那建立的当初跟现在呢 有没有经过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吗 嗯 其实大家可能以前都有听过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现在台湾已经超过就是三分之一的人有听过了 所以在场大家也都知道社会企业 就是运用商业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企业 就是运用商业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企业 就是大家以前耳熟那么想的东西 但是大家就会想要问说 那我如果现在不是在社会企业 我是在一家传统的企业 它可能是制造业 它可能是隐形冠军 这个智慧这些人 什么都做得这样好 那它并没有要转型成社会企业 就是说 它并不是说 一解决环境问题为它主要的目的 但是它有没有可能也可以贡献一些公益的事情 那以前呢就是说那你有赚钱就捐钱 这个最简单 但是捐钱呢 它还有捐到哪里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捐钱的话 那是这个老板决定捐钱 他的员工不一定能够参与到 这一个创新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的推行社会创新的意思 就是说 就算是你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里面 而且就算你没有上市上会的中小企业里面 再当然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你也可以去想一想你的制程里面 你的做法里面 有没有一些让大家更有公共利益的做法 我举一个例子 那比方说我现在穿这件衣服 完原这件 那这件就是叫做咖啡沙 它就是有喝过的咖啡的咖啡渣 大概是五杯到六杯 我没有记错了 然后跟回收的保特瓶 就是大家去静台的时候捡回来那些东西 大概十二个保特瓶左右 有没有支撑的这样一件衣服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纺织业 但是呢它用了循环境界的这个概念 这个叫upcycling 就是我们以前像赛山支撑的 我们觉得说每次回收的时候 好像它的品质又少会打个折扣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你每次回收的时候 它价值又增加了 本来只是就是咖啡跟保特瓶 但是现在变成看起来很时尚的一些衣服 但是它还是机能的布料 就是说我留这件衣服以来 我都从来没有去送人洗 因为它咖啡的那个分子 它会自己净化它的空气里面的那些化学物质 所以意思是说我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 挂个一天没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个不是只是它自己的产业创新 它也同时在告诉大家说 所有的农业废弃物以及 好了塑造品不能算农业 工业废弃物 它都是可以透过奥赛品的过程 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那这个也变成我们外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概念 机能的布料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就是社会创新 它不一定是这家仿制厂变成社会企业 但它有参与社会创新永续的过程 那所以呢 我再过来我想请问一下委员 就是说那你在社会创新的这个部分 就是最主要就是说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然后就是说你跟那些单位接触的时候 就是说你给予他们的帮助是什么 就是政府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这样子 那同样的也有一个平台 就是社会创新平台 如果找社会创新平台 就会找到SI.台湾.gov.tw 所以因为平台上面有些很多就是政府的资源 我就不在这边背数 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源 并不是要让你变成国营事业 好比上国发基金也许会投资你没有错 但是我们的投资是就是民间投资50% 我们投资49%这样子 那我们绝对不会变成说好像你做到某一个程度 那国家就把你受缘就变成国营事业 那有别的政治体这样子我们不是这样 那然后那在就是每一个部会 每年都有他的KPI 他要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作为一个社会创新的组织 只要你说证明给这个部会看说 你在做他也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做得比他好 那这个时候他本来一分钱只有一分钱的效益 但是你透过你的SROI 就是社会的投资报酬率或者你的SRS 有很多这个B型企业等等的这种计算的方法 去证明给这些部会看的时候 那么这些部会跟你之间 你就不是火机关系不是厂商 你是伙伴关系 因为你教他怎么样可以放大他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虽然在我们这边洋洋沙沙 列出了这个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去调服务相互报和咨询辅导 课程程序 活动比赛 融资贷款 经费补助 创作的资金 网站平台 创业空间 展销通路奖项表扬 然后以及适用在公司合作者 个人 个人就农民团体 大专院校 然后以及各种非常不同的部会 一跨12个各种部会 有各种这样子的计划 但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从火机关系 变成伙伴关系 我们全力支持大家 但是绝对不会来主导 支持大家 那所以就是在你 就是委员 就是主持这个中心 这么久的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然后你觉得在这当中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每个礼拜三 在GENERAL 399号 不管透过视讯 或者透过面谈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分享他的这个想法 所以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的眼界 也因为这样子而开拓 因为等于是 大家都是我的老师 大家有想法 就会一定来跟我分享 而且我们是不做筛选的 就是随套随神 意思就是说 我并没有特别管说 你问的这个题目 或是理学院士的创意 它到底可不可行 也没有去问说 这个你有什么样子的资历 学经历什么 我就特别找见你 完全没有这样 就是纯粹排队 先到先赢的这个情况 所以有些朋友来跟我分享说 他研究能源技术发明了 涌动机 这个可以永远的 远远不绝的输出能源 有些朋友来说 他想要建造一个大使馆 让外星人能够降临在地球上面 但是就是说 这些朋友们 经过这样子 就是长达40分钟 唯一的条件就是 我们全部的对谈的主字稿 或者影音 必须要公布在网络上 给大家参考 所以他讲的都是公共利益 不会有人来讲 就是对他有利 对别人有害的 因为知道就是有录影了 所以总之就是 大家在这个公益 作为出发点的情况下 做永动机的那一位 到最后他的很多想法 他用来做 就是能资源的循环 用来做节能的储能 是有用的 只是说 不可能能源效率 百分之一百多而已 但是事实上 这是有道理的一个东西 同样的 那一个外星人 他识管的那位朋友 他要分享了很多事情 他其实讲的是 人类的普世价值 从外星看地球的时候 没有国界的分别 可以去就是把普世的世人 就是后来我就是学到他的一招 就是最后打招呼的时候 都说这个Live long and prosper 就是那个王阿肯人的那个首饰 对那就是生生不息繁荣常盛 就是说大家都是陆西子孙 都是祖国都是在东飞 不要分那么血 等等 那样子的想法 那种想法也是不错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 这样还有一些比较天马的情况的部分 但大部分都可以变成公共利益 那我在里面学到非常多 好谢谢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同学啊 有什么样的创意啊 或者是说 他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 如果他 直接约个社交啊 Email啊 都可以 好 直接 那个就是 去排队 好 好 那我再想 就是再请到那个委员一下 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讲到 数位政委 有数位 所以我想一下 我想应该有一个tip 有一个工作团队 那 不晓得那些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的伙伴 他们需要具备怎样的资格 或者说 他们 就我的H&R的policy 当然就是说 我的团队的名单 大家可以在我们网站 我们网站非常好记 哦 Digitalminister.tw 那 Digitalminister.tw 上面有一个contact us 就是 与我们联络 那就会列出 目前所有的团队的成员 包含刚才已经有提到的这个 黄自伟 这个 徐三明 郭婉 警救兔 张芳瑞 莊比 周翔 叶宁 薛 张鲍 王少云 陈玉琴 玄恩 莱吉祥 以上的这些朋友们 它每一个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背景 如果它是常任我们观察 一般左右的话 都是来自不同的部会 因为我们的H&R policy 只有一个 就是当你自愿要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 你的专场 你的领域 你的部会 不能够跟现有的人重叠 我们这个是一个 最大化多元性的这样一个团队 而且你在这边 当然如果它是常任我们 它还是领他部会的薪水 但是你在这边学到 你当然可以拿回你的部会用 但是你必须work out loud 就是你的部会 想出一个新的方法的时候 你也必须愿意 跟在这边其他部会的朋友们 分享 give and take 你分享的程度 至少要跟你自己 拿回去的程度 要一样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一个纯粹横向的 叫学习型组织 就是大家都是向彼此学习 而不是谁来命令谁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再次讲就是两个 一个是说你要有一个视角是 现有的团队成员没有的 第二个是说你愿意给予的程度 至少跟你要为自己部会 这个学习的程度要一样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team里面都是来自各种 不一样的部会 所以理解就是说他们都是公民 大概对超过一半是朝圆 我们不还没有错 另外其他的朋友们呢 就是当初一起去占领立法院的朋友 那个也是有的 或者是说本来是替代一 但是因为表现实在过于优秀 因为脑瘾就会转正 那或者是本来是我们的实习生 那转正这个也都是有的 我们每年我们这二十几人的团队 会忽然变成五十几人的团队 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有跟教育部 青年属性合作四年了 我们有一个叫做RAID 就是Rescue Action by Youth 青年来拯救政府网站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那所以每年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是会有三十位大专的朋友 包括研究所的朋友 暂时成为我们办公室的一员 那这些朋友们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看不顺眼政府的网站 我们第一届招募的 都是看不顺眼政府的网站 只能用微软的IE浏览器的朋友 那他们那一年的工作 那两个月的工作 就是把所有政府网站弄成 都是只有IE可以用 那到了第二年 就是看不顺眼政府网站 说手机可以用 但是其实只是特定厂牌的手机 或者是快萤幕的手机 才可以用便宜一点的手机 而且还要横向卷动 这个跑步动等等的这种状况 那这些看不顺眼的朋友 就帮忙把所有政府的行动网站 也都做成Android 也可以用 iOS也可以用 那到了第三年呢 就是它的使用的服务的过程 它过于分散 好比方说如果在这边 有爬山的朋友 可能知道说 你要申请商务 不管抽签 你要好排队 你要好申请自然公园 申请保留区 申请入生证 申请什么东西 那其实都是不同的网站 因为每个都是不同的机关嘛 所以你要爬个山友 说要到三个 比如说要到四个网站 你如果说零柜办了 你待在何处办公 你拿一份文件 跑四个柜台 一下子做完了 才可以认识新疆牛 但是如果是在 就是网站上面 你要填四个网站 而且四个网站 界面还不一样的话 除非你是 已经资历很深的山友 已经避险已经都可以填完 不然的话 都会觉得非常的麻烦 尤其是外国人 有一些网站 都没有英文版 还用传真的方式 才能够进行申请 这个是非常荒谬 总之 就是有一些看不顺眼的 这些朋友们 也是年轻朋友们 就一起设计了一个 一站式的登山式的路口 这个就在 hike.taiwan.gov.tw 那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去按下 hike.taiwan.gov.tw 上面 它已经有把 常见的这些山 全部都列出来给你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搜寻 所以包含像 玉山竹峰 雪山竹东 凉木大山 齐来竹峰 JR5到擦天山 嘉宁湖能够越岭 等等的这些状况 你只要按下去 它就帮你去后端的这些网站 这些网站也都还没有倒掉 但是它是透过好像 旅游代板机器人这样子 帮你租车 订旅馆 订飞机 有一些线上的网站 它会帮你去做好 那所以同样的 这个一站的网站 就是这些年轻朋友 想出来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做法 那到今年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 跟地方政府合作 所以像台中市社会局 又跟我们今年的 这些见习生一起合作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去我们的 青年署的职场体验网 那每一年大概就是 在暑假前后的时候 就可以来申请 来让我们的见习生 暑假的前后 所以就是说 刚刚听委员这样讲 就是说 鼓励青年 他们有比较多的公民参与 然后就是 当个酸民 对于是酸政府 然后当个 就是对政府 是白目的 然后 就有 就可能有机会 可以去那边实习 是 是 好 好 那再过来 就是说 因为刚刚委员我讲到 那在委员最主要的 参与三块里面 就是一个开放政府 然后社会创新 那再过来就是所谓的 青年参与 那这块里面呢 除了你刚刚说的青年署之外 那就是说 你最主要的是 怎样做这一块 我们在行政院有个院籍的 青年咨询委员会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去把 民间的这些 35岁以下的朋友 请来行政院里面 担任我们的 reverse network 反向导师 就是意思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来见习 也确实是来见习 但是呢 他们跟我们的见习生不一样 见习生是两个月 他们是两年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他们会慢慢的透过 就是关心的这些议题 去参加部会的政策的制定 慢慢就会开始能够带动部会的方向 也就是说 让年轻人来提供这个向量 但是当然这个长辈还是提供能量 那所以在这个向量跟能量的 就是汇聚的地方 就是我们青年咨询委员会 青年咨询委员会 有一些朋友 像好朋友说 黄卉祥他加入的时候 还不满30岁 但他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 他是经营一个叫 For Skills for You 之前也还有经营 现在好像也有 叫技职3.0 更加一个网站 但他的想法就是说 去把大家对于技职教育 那个想法翻转 但他本来是觉得是说 技职教育好像是说 我自己这个有一技之长 我可以让他活扣 什么这个非常好 但他是想说 技职教育也可以 对你的社区做出贡献 而且不是只是 你就业之后才做出贡献 你在你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已经可以去参加像 USR这样子的活动 就可以帮社区 话比上说 我刚才才听到 校长说有帮 我们这边的农会 去做这个太空包的这个 塑胶带的自动分类机 不过湿度控制的部分 之后还要在精力求 之类 所以总之就是说 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学的这个题目 就已经可以创造社会价值 所以技职其实是比起学术来讲 更早达到社会价值的一个方法 就是范威翔的一个主张 那他这个主张就影响了劳动部 他就预约劳动部长 我们群称部长一起去俄罗斯卡山 去参加什么呢 WorldSkills就是世界技能竞赛 那我们当那一年 因为去年嘛 世界很好嘛 全世界第三名 那帮我一张自己发动的群众母子 他一直非常转人热泪的影片 在我们院会播放 可能大家也在FB上有看到过 那这个情况之下 就扭转了大家对于这些 技职选手的这些印象 不是只是技职界的人 知道他们所技职的奥运是什么 而是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我们的亲自问体验处 应该在国庆游行的时候 只要有亚印选手 奥运选手有游行的这个花车上面 那么技职选手 只要有奥运选手 加运选手在的地方 技职选手就要在 而且每一年都要游 那一方面这个当然是荣誉感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汽车的喷漆或者是云端的部署 这些就跟可能举重或者标枪 是一样重要的事情 那二方面是说 这也反过来说服我们的教会部 花更多的能量 是放在我们去积极教育的设备的提升 师资的提升 而且是这些技职博手 他回来之后 不是好像就找一座大学 让他读 而是说让他能够去回馈 我们现在十二年国教里面的 甚至一些国中生 这些国中生可以跟着这个技职博手 直接就把他的校园去进行改造 所以这些国中生 如果觉得这是他的志趣的话 他不会觉得说他考不上学术高中 他选不上学术高中 他才去技术高中 而是他的志愿就是去技术高中 因为他要像这些技职博手一样 那么快地对社会做出风险 这是一个请出费题 谢谢 那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技职教育的这一块 那我们学校刚好就是在教那个技职体系的这一块 那有更多的同学 那就是说他们在工作之前 那比如说在学校学习 那可能他会遇到一个就是他现在读的科系 那可能他其实也不是非常有兴趣 那可能也不是说很讨厌 可是他就是还摸不太清楚他到底要该怎么办 他可能非常的彷徨 那所以就是在这里呢 想替同学呢就是请教委员 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就是在读书学习跟工作挑战之间 他们要怎么样比较能够适当地找到连结的脉络 当然如果你已经很确定不合你的志趣 就是你的学习不合你的志趣 那没有兴趣的东西是学不会的 那应该果断的放弃 就是马上转卸或者马上休学 所以讲这份都是开玩笑 那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你觉得还OK 刚刚听起来是说还OK 只是说可能那个成就感 那个创造意义的那个部分 没有那么强的话 那具体的建议就是真的 我们高教师跟现在的概念就是说 你去看一些比你更需要你才学的这些东西的朋友 然后你去教他们 所谓教学想讲就是这个意思 它可以时常在想到的农会与会的朋友 那能做一个产学做一个技转做一个什么 这个时候你是觉得说 我学这些它创造社会价值的程度 比我自己发一个paper 可能我成就感还要更高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口罩国家 对有一些精密极限的朋友 它是用类似航带工程的那种精确程度 瞬间就把口罩从1000到2000万片 当然你说这个单价很高吗 没有很高 5块钱要变4块钱 没骗 但是事实上在救所有人的命 那这个是不是用金钱缺分为良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去创造它的社会跟环境价值 它可以存在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你要先去实际去接触那些需要的人 那你要接触需要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USR是一个方法 USR里面 特别有社会企业的那一组 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们在青年署里面 有个叫我流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里面有超过100种方法 每一种都可以试着去探索看看 我流 好 那就是 我们知道委员在数位IT的这个领域 是非常顶尖的 可是你也不是每天都拿着你的手机 一直滑一直滑 可是对我们许多上课的老师 我们有许多的 就是一个情形 就是 学生不断的滑手机 滑到后来我都觉得 其实他不是在滑手机 他是被手机滑 所以你在这里可不可以 就是给一个意见 给同学 就是对于他们滑手机的 这件事情的一些意见 当然就是说 像我一开始就几个小QR Code 就是把大家的手机 征收 没有真的征收 区段征收 过来 就是变成是 你的手机里面至少有一个区段 就是你的浏览器 被一个夜签 或者要求很少 一个夜签 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的吗 所以 如果你有想要PO文的想法的话 好比像说 有朋友问说 我在小学中低年级的时候 曾经被打凌想要自杀 但现在我不但有高IQ 也有高EQ 到底要怎么样度过这种阴影 提供学子 面对压抑的方法 什么之类 这个已经有22个人按赞 意思就是说 表示在场至少有22个人想要 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按赞的这个数量 比起你去PO IG或者Dcard 可能还没有办法 几秒钟之内就有22个人按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的教学的空间里面 善用各位的手机 把各位的手机 变成教学的一部分 各位朋友想要按赞 或想要顾朋友 找到来按赞的冲动的时候 把这个冲动 变成我们教学的一部分 这样子的话 在上课的过程里面 滑手机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因为滑手机就不是 把你跟隔壁的人分开 而是把你跟隔壁的人的这个距离 更加的拉近 所以我觉得我们 不管是说什么翻转教学 或是说 我们就是在家里面 一些把知识性的东西搞懂 那在场的话 大家是拿手机去做一些 创造性的工作等等 这些我觉得都是 相当好的一种概念 但是当然 如果你是下课 现在不是在我们 找共同创作的空间 但是还是发现说 你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好好的睡觉 就是都是被手计划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考虑 不要用触控式萤幕 像我自己呢 已经很久都 没有用触控式萤幕 大家可以发现说 我是有点把这个当作成一个物质 一样在对待 所以说 我刚刚大部分都是透过键盘 在操作这台iPad 然后或者是透过这支笔 在操作这个iPad 那我确实是要手机能做 但是我的手机呢 我想到什么想法的时候 我也是拿出一支笔 没有用 对 那我绝对没有接业的配奥 但是就是说我从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放Pilot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才2000年初吧 到后来的Solens 然后Note Apple Pencil 大概一直都是透过笔跟键盘 再进行操作 因为你用笔跟键盘的时候 你有一个主动性 是你想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去创作 而不是说触控萤幕 好像变成它跟你的身体 变成好像难以分开的一部分 那就会变成是 就像刚才 就是院长讲的 是变成他在画你的这个情况 所以适度的多用一些键盘 跟触縫笔也是有好处的 好 谢谢 那 学生都喜欢准时 所以我的上半场的 现在我刚刚看时间 稍微已经5点了 所以我已经很 就是可以准时的 要换场 给那些这么多 我再看过去 哇很多 很多是12个问题 那没关系 正会讲到非常快 你一定会在6点之前 好 那在上半场结束之前 我要先打一个广告 就是为我们下学期 明秀书院 白夜宪师的讲座 做一个广告 那这一学期 我们就是这一场 就是唐正惟 来帮我们做压轴 那下个学期 我们同样会有5场 那也是我下学期 最主要的一个大主轴 是创新创业 那就是说呢 如果同学觉得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讲座 那我会像刚刚一样 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那我一定会像搜寻 那个唐某一样 你会不断的去寻找 就是为同学找更好的讲者来 那就是那个开课的时间 请同学在12月下半到1月初的时候 请上学校的交出的微学分网站搜寻 明秀书院百页先师讲座 好 那我们上半场到这一边 那下半场呢 那个就是要交给正伟了 那我要在下面呢 做一个听读 好 非常感谢 谢谢院长 谢谢谢谢 我是百温的老师 那非常高兴这个 有机会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尽量 尽量六年先回答完 不过因为这些问题冒出来 所以也不保证 所以就是要来办法很快 好 那我们就先来处理 刚刚我已经念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不用再念一次了 我觉得就是 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当面对霸凌的时候 常常会有种冲动 就像刚刚这个院长所说的 就是你要嘛是呛回去嘛 就类似像复仇那样的冲动 或者是说你要去贬低对方 那这两种冲动呢 是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就算是呛回去 就算是贬低的对方 第一个他其实就是想要 引起你这样的注意力 所以你刚好掉落他的陷阱里面 那第二个是说 这样也不会让你 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 你也不会因此就变得 就是觉得生活比较开心 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为什么我那么强调用到小白 就是说我们要想的是说 那他的这些讯息里面 能不能好像就是 有一个筛网一样 筛到里面真的是有创造力的部分 然后就用一种欣赏的态度去面对 像那个客委会 把我弄成这个什么 台湾过台湾 什么没饭点钱 然后破坑田 他们没有问过我 怎么才没有问过我 那我看的时候就是一个欣赏的态度 那这个梗图一贴出来之后 那个中期处马上不干击末 这个经济部 然后他们做三倍券的时候 也拍一个照片 说这个我在天空那脑坡 遥控大家 一定要去这个三倍券 那个影片我问过我 那最后也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 那这个呢 一出来之后呢 网络上面就非常多人 开始创造各种梗图 后面大家有没有看过猎人 那里面就有人就把梗图 就做成说就是旋律 那这个把我跟旋律 披在一起 然后吹一个底子 什么 不错啊 这是一个欣赏的态度 那这个不管是说 就是海旋鼠 海旋鼠 但是或者一些 就是财政部 这个交通部 航港局 什么之类 全部都用我当作素材 曾经做过创作 那完全就是看你 是作为一个欣赏的态度 哦原来中文还可以这样用啊 哦原来还有这种梗啊 哦这个 到底是什么 反转的锁链的安理 这个我还不知道 我可以特别去查一下这个梗 那所以 等等的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会把它当作一种 文化创意的内容 那我自己当然就是 文化创意内容的素材 那你把它看成这个时候 就很像我们 当年在Siri Team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工作是 请一些专业的诗人 专业的这个剧作家来 就是有人要Siri 不是只是讲笑话 而是霸凌Siri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子去讲 那这个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那个幽默感 大家懂得自嘲的幽默感 但是也设定一个界限的 这个幽默感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在一个文化里面去复仇 去扁敌人 去攻击人 等等 当时呢 因为我做Siri的工作 就必须要去看各种各样 这些文化 包含这个上海话 怎么骂人 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我就发现说 这些都是语量 所以其实不管是谁 对我有什么霸凌人身攻击 我就把它看成预料 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用 谢谢 我要学会一个新词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自然就是你是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一个好奇 欣赏的这样的态度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就要讲比较实际的 就是说 其实刚刚的那个状况 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了 很多时候 你看到一个字眼 尤其是这个突如其来的 这种人身攻击的这种字眼 还是会就是觉得说 这个暴怒 想要炸电了 那当然就是说 第一个不要炸电了 这样很贵 炸的没有好吃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主要就是说 你要把这种文字讯息 你要联系到另外一个 比较开心的一个经验 在我自己我家里面 我有大概二十几种不同的茶包 那这些茶包呢 有各种各样子的 从什么什么莓果啊 到什么牛棒啊 薄荷啊 什么各种这样子的口味 那这些是玄米啊 之类的 非常多了 那这些茶包呢 我们知道C20取2 是就已经可以有 这个非常非常多种组合 400种组合 左右的组合 那如果取3的话 那根本是非常非常多种组合 所以我每次呢 就只要看到一个新的 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字眼 第一个我就连萤幕远一点 我绝对不会去机械去维夫 或者炸电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就会去厨房 然后呢泡一杯热水 然后呢挑两种 我之前没有还回过的茶包的口味 然后呢放到里面 试个人试 呼吸一下 然后呢去喝一个 哇这个就是 酪棒加上薄荷的味道 那种新的味道 然后这种新的味道 这个我就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之后 当然回来之后呢 我有建设性的 那我就挑有建设性的部分 没有的话就把它当做余料 好那无论如何呢 我在当天 我想能够睡饱8个小时 很有趣的脑 它是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的时候 是里面那个新的经验 会变成重点 如果有看过脑筋急转弯的话 就是在一个年纪很轻的人 他的那个控制态 一次只能有一个情绪 球也只能有一种颜色 那所以是怒怒的 就会一直是怒怒 那当他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心智比较成熟的时候 一个球他是可以转颜色的 怒怒可以变成油油 可以变成乐乐等等的 但是呢 其实在里面呢 乐乐就是很开心的情绪 是dominant 所以只要你在一整天里面 关于这个字眼 曾经联想到一种新的 牛邦家伙伟 这样子一种味道 当你醒来的时候 很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就是你之后再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 脑里浮起了很开心的感觉 就是一种新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所以不管是听一种新的音乐 或者是用这种茶包混合的这种方法 或怕叫做这种精神上的暗闻 所以如果他有去指压过的话 那一定都会说 你这边有什么气节啊 什么痛点啊 什么之类 会痛啊 那就是要 就是也是可能要 如果是方聊 他会闻一些什么味道啊 什么之类啊 就是在你稍微放松的情况下 把那个部分松开 那你当天如果有睡过 一醒来的时候 那边就松开了 你之后再看到日色子 你不但笑致吃 甚至你可以也想到一些 比较开心的感觉 那对方发现说 他不管怎么行 有什么比较开心的感觉 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不太可能再来攻击你 那800也变成一个 没有效果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我具体的一个建议 就是面对压力的方法 一个是创造新的经验 一个是要睡够 睡够 好 那有一个追问的问题 说 但是如果诸事不顺 已经跌到人生的谷底 心情是很负面的 是要怎么这么做 那简单来讲 就是要睡觉 那想尽办法就是要睡觉 睡到8个小时 你如果心情很保持 睡到4个小时 你中午补上4个小时 无论如何 2加2加2加2也可以 不过的那种办法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一天24小时 至少到8个小时 那这个是因为 像我刚刚讲到的 透过充足的睡眠 大脑才能够去把这种短期 一直连到以前的不舒服的 长期的经验 重建新的长期的经验 如果睡不够的话 那这个经验 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连接 那你一醒来看到这些状况 心情还是继续浮灭 所以保持睡眠的充足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有二三位朋友们问说 一位叫做Cumber的朋友问说 这个问题很长 很快一点 因为你本身是Homeschooling 也是这家自学出生 比起高教体系出生 来的晋级学院教授的学生 我相信你的教育 尽快想法 你更具有重力性 配着科技大学 和普通大学的河流 不知童话 既是院校的技术性 在方面开始下降 还是增加旅温的层面 这样的状态 难道是这家的马桶园 对于目前教育体制 有什么样的想法 怎么帮助现在 学生和教师的教育上 有很多进步呢 好 那这样子 我这样还不算很快 另外还有那个 意识人员才真的很快 但另外 就是我在 虽然你不叫课法会 其实是我入了前的一份工作 所以刚才就是要提到说 对教育有热忱 确实是如此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做新课纲 就是虽然你不叫课纲 但这个新课纲 当然就是中间一波数折 但是到最后也是成功的 自发普通共好 现在变成我们 失信阳采 变成已经不分年龄的一个东西 以前的师范体系 其实它在不同的学习 接到完全不同的训练 那现在就是意义官制 就是自发 互动 共好 那自发为什么是最先的 就是因为 大家如果自己觉得 在做的是新课的价值 你自然就会去想要找到 这件事情背后的远离 那这个远离 不管是透过仓库才能够理解的 或者是必须要透过研究 才能够理解的 这个事情自己一看到 就可以决定了 那如果没有这个自发的兴趣 的话 那当然从外面 比如说考试考第一名等等 这个字迹也许可以用一阵子 但是你真的出了社会 就会知道考试考第一名 只能用一阵子 到最后 它变成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是把它建筑在外在 人员之间的排名 这种东西 而建筑在内在的 就是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社会上面很有意义 或者我好奇心得到满足 等等这些事情 这个才是 我觉得大学提供 这个学习环境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 就是说 如果你在做的东西 需要一些器材的话 家里大概是没有 可能只有大学有 所以这部分也是 为什么我在当时 中学中措之后 还是一个回大学 因为大学有的那个 讨论的文化 或者有一些特定的器材 我在家里 当然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当然 那时候我跟大学的老师 就比较是一个 兵器庭做的关系 他有他的研究题目 我也有我的研究题目 我们在中间研究题目 重叠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做一点事情 但是他想的那一个方面 如果跟我的研究题目无关 那我也不一定要去 选他的课 因为反正我没有到学分 我只是套听而已 所以我并不是说 Homeschooling 就是一直灌在家里 而是说 我还是去运用大学 但是我是把大学 当作一个资源来使用 那这个呢 在生年国教新课堂 其实当时是针对 这样一个影响 就是说 我们在高中的阶段 就让大家选修 就让大家实际上每个学区 就能够投入社会的服务 能够能够利益 产学合作 这些也可以在高中阶段 就已经开始做到 也就是说 不一定那么快要来念大学 那18岁 这个你告诉18岁的同学说 你不一定要来念大学 你可以直接投入产业 最大一个困难 并不是这个同学本身 而是他的家长 绝大部分的家长 都会说 你先去跟我念完大学再说 那你真的问他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是这样做 那人家为什么这样做 但不出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道理的就是 好像一定要念大学 这个确实是 我们目前在新科 然后推展上面 碰到一个困难 但是如果你念大学 然后对大学 没有一个很好的感受的话 那你以后到了业界之后 不会回大学 所以平均只会念一次 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大学 已经觉得大学 有一些提供给你 你去念大学 那你之后到了业界 那你发现说 你需要一些研究能量 你要向上管理 其实你需要管理 EMBA的基础 等等这些 你会想到你的学校 你又可以再回到你的学校来 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学医院 但无论如何它是你 就是一生中 都可以回来好几次 所以摊底来讲 就算少子女化 人数变一半 只要平均 你对大学的感受不错 你一生会回来大学两三次 那这样的话 大学生意还是做得下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18岁的朋友们 不是说好像他非得念大学 不可就来念大学 而是他们想到 他在高中体验到选择 他已经知道要念大学 所以来念大学 这个就牵涉到一个 就是自主权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 一个福利抽薪的方法 那都没有办法在教育部解决 那都必须要在内政部 在罗宾成为的领导之下解决 那就是说 我们直接把成年在民法上面 从20岁加到18岁的 因为说到问题是 你需要家长的签名 那但是 如果我们18岁就成年了 你就不需要家长的签名了 你想要去业界 你自己签名了 你已经大了了 自己负责任了 所以对我来讲 真正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宏宫弥平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希望你把人 赶快恢复运作 然后把我们18岁封闻 赶快完成 完成之后 在各方面18岁的人 都应该要为自己负责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当你要念大学 不管是你是念 怎样的科技 又怎样的学院等等 都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判断 而不是单纯的呼应家长的需求 可能一个夜市 你在高中的时候 已经带着你的 这些师傅 对你来讲 还是更重要的人 而不是说家长对你的期待 就变成说 你会去念 什么特定的科技不科 那这是我的看法 不是教育部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好 有事就有一个朋友们问说 那媒体的第四权的媒体适度 是人民重要权的一个能力 希望它为现金输入媒体 与传统媒体 怎么样能够加强来自于国际 以及对岸 甚至于国内的所谓的假新闻 或者是偏颇新闻 这个防炸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我来讲 这个假新闻三个字 我们在行政院不使用 我们是用假讯息危害 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在中文很不信 news跟journalism 是同一个字吗 就是一个新闻 一个新闻业言 或新闻工作 所以我们讲假新闻的时候 你就分不清楚 他讲的是说 新闻工作者 但他的报导内容不实 这是一种状况 或者他不是新闻工作者 冒充成新闻工作者 另外一种状况 或者他是新闻工作者 他报导内容也是对的 但是那个标题 标题杀爱 标题架到错的 这个也是一种情况 那这三种情况 在操作定义上是不同的 但是都被人叫做假新闻 所以这个字 变成难以运用的一个字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那是假讯息的这个危害 那等于是说 这些假讯息的危害 它就是造假的 它有意识的 是想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 去造成社会的危害 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不配叫做新闻 所以我把它叫做假讯息 但是当然 我们在做假讯息危害防治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不能够侵害言论自由 我们在台湾 言论自由 并不是一个工具价值 可以交换的东西 它是一个核心价值 因为没有人想要回到戒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每一次当 谣言开始散播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好像 就是防疫一样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去预警 你要知道说 有哪些病毒株 开始出现 它开始突变 那好比像说 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当时就出现一个病毒株 比如说CIA提供了隐形墨水 你只要盖在任何的选票上面 这个墨水会慢慢的消失 但是在蔡英文那一个个上面 有另外一种隐形墨水 它会慢慢的出现 所以导致于这 你不管盖谁 都等于是投蔡英文 像这样子的一种 很奇怪的这种病毒株 就是心灵的病毒开始出现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样解决它呢 我们就是要真相传播的速度 比谣言传播的速度快 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的选取技术 我们的机票是用执政机票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以前我们计票的时候 是只有各个政党的监票员 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而且是不能够录影的 但是后来我们就改了这个 因为发现有类似 像这样子的谣言在传播 所以在1314年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中选会后来就改了规则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录影 你也不需要是检票员 你就可以录影 而且唱票的时候 他可以故意把选票拿起来 给各个角度 确保大家都有拍到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有什么墨水突然消失 或者是说突然出现 这个各政党的这个YouTuber 立刻就会在那边 就是马上就好像是 口罩实名制你排队 如果看前面刷了健保卡 在口罩地图上面 反而这个库存量增加 你当场就来1922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在参与式的验证之下 我们让这样子的真相成功 比谣言容易 而且呢 所以这次唱票的一些谣言 瞬间就被这YouTuber所证明了 这YouTuber手上 都有很厉害的App 而且不是正常开发的 是他们的这些正常开发的 不管是他叫什么 鹰眼部队 还是叫做什么 穿云剑 反正呢 这种很厉害的App 都可以让他们在实际的过程里面 自己就完成了机票的动作 而当不同打派的YouTuber 在同样的开票所算出来的选票 差不多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证明 所以就是我们 为什么这次总统大选 有开票这么的先进的关系 有一些烙台的民主国家 应该要向我们学习 总之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比较不会有偏颇的讯息 就算是有意识的这种讯息在传播 那大家因为先看到这个澄清 或者这个澄清 它比较有意思 那而且是你相信的人 不管鹰眼部队还是船云剑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大概就不太可能 你中这个谣言的招 也不太可能就是去按分享 让它传播出去 所以提早的警觉 超线部署 然后已经及时的澄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作法 好 那有一个追问 也是Cover的一个追问 说前些日常在网络节目上面看到 对于民营图能来使用 然后讲学习这一点的人 也是非常认同 但是个人长期有在看 国外的民营 透过这些民营 学到一些新的英文词位 以及双方眼边 观察提到对社会的关注 那么通过创造民营 也可以创造思考业 以及思考思维 所以这个民主主张 应该要把民营纳入 12年国教的素养课程 让国民从小学习 以及民营的制作 好 这现在是还选属的 一位支持者 好 那所以我想就是 从小学习民营的制作 这个确实我们自发 互动 共好 三面九项 互动里面有一个部分 就是在讲 怎么样子去运用 不是媒体试图 媒体试图是 你是听众而养 媒体素养 你是媒体的创作者 那样的人可能 现在IG的follower 可能都比我多 所以意思就是 大家都是媒体工作者 大家都产是媒体 所以民营的 这样子的转播 事实上以我的理解 已经有很多的学校 在不管是公民课程里面 那个排挥卡 然后习惯 那个也是一种迷因 对不对 让人能够自发的分享出去 这些媒体素养 而不是适度 这些课程 已经是在我们三面九项里面 所以已经参采了 所以非常感谢 这位朋友的建议 如果有更多 更有可能的教材教法 也欢迎大家分享 好 有十九位朋友问说 怎么样让大家更认识 国立情义科技大学 我们知道 国立情义科技大学 简称秦科大NCUT 是位于台湾北中市 太阳区国立科技大学 接下来就是张铭与王国修夫妇 像一位励志农夫购买他的励志田 在这个励志田的当地 就创造了这样子一个 记忆专科学校 设立机械技术 电工技术 工业电磁工业化学等等 四科啊 休业两平地业啊 等等 你像是来自维基本科 自由的本科全数 就是说 从维基本开始是最好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说 好比像说张铭与王国修夫妇 对不对 这个大家看到了 可能觉得说 这个是可以按的 王国修是可以按的 王国修六名冰桥 河南辱男人 是一位台湾的教育家 那也是这个首任的校长 第二届的董事长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人物 但是张铭呢 这个就没有条目 我们也不知道张铭是做什么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按张铭再条目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数 开始告诉你说 维基百科上 还没有跟上述标题相同的条目 那你可以用建立条目经理 然后来这个请求这个条目的这个编写 那抑制田啊 台中东机场啊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你在我们的国家文化记忆库里面 很多现在长辈们 都有把当年对于这些的记忆 你用这些关键词去检索 出品还只能找得到 而且有一些他是抛弃了出错财产权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说真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也不靠这个版税收入 所以他真的很愿意把自己的老照片 甚至一些当年的一些录音啊 口述历史啊等等 都放在我们的国家记忆库里面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把这样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把维基百科上面看起来比较有点就是描述性质的一些白底黑字的这些字 通通都变成白底蓝字 就是都变成少年间 每一个条目 你用国家记忆库里面 我相信校使馆或什么之类的 这边应该有一些相关的素材吧 你就去充实维基百科嘛 让大家看清理大学的维基百科条目 就好像在看一个引人入胜的小说一样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当然就会更愿意确定了解 那像我自己我的所有的访问 所有的报道 所有的素材 我都希望我的这个访问者等等 也能够抛弃到著作财产权 透过中央CC的方式公布出来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在写文的维基百科条目 因为一个人维基百科他不能自己写 有人在写的维基百科是 他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材料可以用 所以如果看棠方的维基百科条目的话 那根本就是类似像小说一样的一个 一个题材 一个短片小说的一个状况 大家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多开放的资源 可以来运用 所以我是建议 就是说 可以把国立行政科技大学 维基百科条目 放那个条目的篇幅去看起 然后在里面去丰富的加上 非常非常多引人入生的内容 那自然就会有人去把它翻译成 目前只有英文跟日语 那我们条目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翻译 当你这个故事论言入神的时候 各国的文史工作者都会愿意来翻译这个条目 变成他的这个语言 所以这是具体的建议 那有十八个朋友们问说 听到不少人提到说 他的教育以及出社会后就业的生态 是有这个落差 俗生学用落差 那么相信同学员 有一样的想法和不一样的看法 如果有一样的看法 请问对教育改革方面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要等到出社会才就业 应该是在学习的时候 就已经是 不管是做过产学 或者做大学社会责任 一个是跟经济部门 一个是跟社会部门 但现在其实高教生根根本三个部门 已经全部混在一起了 就是你既是跟产业合作 又创造社会价值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它循环经济啊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没有去用落差 因为你学习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学习制用 反过来讲 你在用的时候 碰到的一些 包括你帮助一些老师傅啊 就是更新了他的做事情的方法 他的这个经验 平常要十年 才能够传给一个人类学徒 平常要学习行程式 他十年就传给了一个机器学徒 那这个老师傅应该很高兴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确保说 你的这个学习老师傅 在你旧学的这个期间 就已经弥补了 这样的话 对你来讲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出社会 你在上学 但是也同时是出社会 我自己从国中二年级开始 就是中二 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就我一边在大学床厅 我一边创业 那一边在国际的 这个开关于什么社群 经营就是社群的一些共同的价值 这个open source 等等这些 那这些呢 其实不是好像你出社会 你只能在这几个里面做选择 你可以全都要 那好比像说 我们最近有提出一个 特别的提大使的一个方案 大家有时候可能有看过就是 把我就是抓去扮演那个 多拉叶的那个妙凤 等等那支很漂亮的影片 我拍过最漂亮的影片 那那个提大使的那个妙凤的那个计划 它的做法就是说 有点像是在我们办公室实习两个月 帮助我们的就是台上市社会局 或其他政府机关做出了转型 但这种是在产业里面 那尤其是在有一些比较接近偏向 或是微妆商企业的这些组织里面 去帮助他带领他六个月 所以你是作为提大使是带领这种 Digital Native 就是数人员现在的这个看法 那但是同时又可以拿到国际的增长 同时还没有学费 而且呢最后还可以领 大概十万零八千块左右的学习奖金金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不需要做选择 一方面有国际增长 二方面有奖金金 这个看起来像是实行 但是又是在做研究 然后又是创造社会价值 然后又是产业转型 所以像提大使这种形状的这个计划 也可以多参考看看 那你如果用实际开提大使 你知道一往下滑 你就会看到这个 唐凤脑破控制的那个图片说 免学费立即申请 那你就是签下去就对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马上就有人追问 传闻你能够控制别人的脑破 这是一件真真实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脑破了 那所以我刚刚讲到很多什么精神按摩 什么两种这个冲茶包 睡缓八小时等等 其实都是控制我自己脑破的方法 去确保说 我可以专心致志的想一件事情 而不会变成说在中间受到干扰 但确实就是说 当我还专心致志在想一件事情 而且对方也发现出来 我是全身贯注在聆听他的时候 双方会进入一个就是 同步欲变高 同调欲变高一个情况 所以就会变成说 这个时候你听他讲 还认真听他讲 听了半小时 那你只要就是想出了什么点子 你只要讲一两句话 甚至一两个字 对对方来讲 好像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你是顺着他的思路在想 所以他的思路好像卡住了 走到一个末端或怎么样 这个时候你讲一两个字 一两句话 他就会说对 你忽然开了 而且好像是就是 都是你的创新你的主因 其实不是 大部分是他的工作 你只是就是旁观者亲而已 但是像这样子 就都积极了 听了这样子一种技术 练到最后 确实感觉上 就好像是会控制脑坡一样 但是主要还是控制自己的脑坡 那其他关于这个明波是什么的 就是完全是这个网路传说 请不要让这个任意相亲 有十三位朋友 十七位朋友 想要问说 是否赞成未来学生 每周都可以挑一两天在家自学 学校和老师 是不是应该为此做出程度的准备 以及学生 是不是应该先接受 自学前的先辈知识的 一个训练很好一个题目 我们现在宣言国校里面 本来就有一些自主学习的一些实处 那现在的大学系统 常常也是说 你可以跨校选课 甚至视线选课 采集学分数 我没有记错的话 可以到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大家在讲的这些 其实事实上都已经逐渐在发生了 最主要的还是说 那你怎么样保持你的学习动机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家自学 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满足了好奇心 而且更重要的是 跟你跨领域的这些朋友们 组成一个学习圈 那这样子的话 在家自学是绝对不会耍费的 就是事实上 是类似就是没有下课时间 所以你一醒来就想到主意 赶快去实作 然后实作到真的趁不出来才睡 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没有到 这样子一种跨领域的学习圈 没有这样子一个 觉得很急迫的 要解决的 这样一个问题的感受的话 那其实在家自学 那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到最后可能就是耍费而已 这个大家都给我们清楚 所以我想最主要的事情 还是我们教PBL PBL 有没有翻成这个专案为处的学习 或者是解决问题为处的学习 都可以随便 那就是说 当你养成一个PBL的习惯 而学校老师也有能力 用PBL的方法 来带工学团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学生就已经有做专题的能力 那有做专题的能力 他可能去业界 他可能在社会部门 但是他其实不一定是在家 而就算他是在家 他也是随时透过网络 去连线到这些社会部门 跟经济部门的朋友 这个圆满一旦建立了 在家自学就不是问题了 那有13个朋友想要问说 那要怎么样面对压力呢 好比像说 学生时期的科业压力 同侪压力 出社会大大小小的压力 面临着大学如此迷茫的我 科业压力和未来的压力 双重压力背在身上 目标很模糊 让我很慌张 可不可以提点一下 这个非常有画面 这个文笔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对 我是觉得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慌张的感觉 它不一定是唤醒的 就是你要试着 去跟这个慌张感觉相处 这些有一个空间 好像是他是一个客人 有一个沙发 让他租进来 跟这个迷惘的 慌张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这样子就感觉有多相处一下 爱因斯坦 据说是爱因斯坦 就是差不多有道言的话 都会伸在爱因斯坦头上 所以据说是爱因斯坦 有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他不是特别聪明 他只是跟问题相处的时间 他能够忍受那个困惑的时间 比别人久一点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问题 并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快速的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 大概都是要想到交等 但是有些人 没有办法忍受 这种困惑迷茫的感觉 所以他就会急着 抛出一些解决方案 那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这个大概就没有办法 让你去碰触 让问题 真正能够解构性 解决的那个核心 所以练习跟这种迷茫去相处 随其 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下 有些人在迷茫状态下 他比较喜欢 就是像这位朋友 文字能力有没有好 写点东西 或者是画画 唱歌 用什么创作性的方法 抒发压力 这个都非常好 但是Alien of the day 就是在这个 一天要睡上之前 还是可以去想说 那你跟这个迷茫相处 这个迷茫 有没有什么想要 告诉你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只是你自己 好像写日记一样写下来的 而是你可以 可能拖在自己的IG上面 就是说 你有一些可以分享 这个迷茫 有没有告诉你一些心得 等等 就是一个人要睡前 有的时候就是 你把心里放不下的事情 全部都写下来 不一定要贴在IG 少了之距离 全部都写下来 之后 你一醒来 就会有个新的角度 因为你已经把它放到 你自己的脑之外了 所以你醒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外面去看它 但是你如果是带着心去睡觉 而没有把它写出来 放出来唱出来 或用随便什么方式 表达出来的话 醒来的话 还是一样一团乱 所以主要就是说 能够把像你这么好的语文能力 运用在 把自己心里的那些迷惘 等等 想象说它是一个小说角色 它想要对你讲什么话 把它写下来 记下来 画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醒来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角度 能够来跟它相处 那有一个J1的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 有一个传说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经常要跟国外的专家媒体视讯 那上节目之前 是要参考资料阅读 据说我在睡前 会用这个频道 快速把所有的资料 都好像扫描机一样 扫进我的视觉记忆里面 然后呢 在睡梦里面就去吸收 然后你醒来之后 就会火燃贯通 这个到底是江湖传言 来说真的这样做 或是真的这样做 那但是呢 就是我并不是指寸的书 我都是电子书 那这个有一个原因 因为当我在念的时候 我脑里并不发出声音 所以只是一些视觉影响 所以我醒来的时候 脑里出来有一个结构 但是全部都只有关键字而已 我其实并没有 我们无望的能力 我只有 就是把这些视觉结构 在梦里我也不知道什么过程 八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变成一些关键字的网络 像心智图这样的能力 这个倒是有 所以我一想到说 对方问这个问题 那我要在哪里回答的时候 我必须要透过全文检索 我才能够回到 我的赛号资料里面的那一页 然后知道他的上下来 到底讲什么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方讲执政书 他说坏的 因为他没有全文检索的功能 我就想到说 这本书里面 他有一句话很有道理 到底在那几页呢 这个时候 那个主持人已经懂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视讯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只要保持眼睛 好像都一直看着对方 就是那个 就是荧幕的上面 对不对 荧幕的正上方 我知道我的参考资料 都挪到荧幕的正上方 其实呢 我是拼命的在 然后也在关键字 去找参考资料 但从主持人的角度来看 我是直视着他的眼睛 而且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实质 一样的 然后就长篇大论 然后讲出一些 怎样不像有道理 如果电话床会背一样 不是啊 那是幻觉 事实上我实在就是读稿机而已 但是就是说 这个读稿机 为什么在这个关键字 我可以有所连接 这个确实是在 室幕里面去有所连接 所以大家心希望能够 不要太过去造神 这个是给别人的 那有十五位朋友们 想要问书 这个好喜欢凤凤 可不可以跟你们合照吗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脸 那就是针圆大眼睛的那个脸 就是说头皮face 那那可以 没有问题 当然是可以合照的 但是呢 我六点也必须理解这里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四十分 我只能回答到大概四十五分 那我们就留十五分钟 来为这十五个人合照 结果相信十六点 好 现在已经二十个人了 好奇怪 二十一个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那我就是回答完下一个问题 之后 三十七个了 根本三十八个 已经三十九个 四十个 四十一个 那现在我没有办法再回答 下一个问题了 那所以我就是 有一个追问就是说 那最后这个slider 怎么使用呢 挺酷的 那欢迎大家上slider.com 他的首页有一个教学的影片 他是一个免费的 他的中文翻译 是我自己翻译的 所以 你如果觉得他的中文翻译 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写这个信给我 那可以建议新的翻译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 因为已经五十个赞了 我大概 如果要五十个 一个一个合照的话 我大概也只能讲到这边 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 谢谢